好,我们今天来介绍一下组合盆栽 组合盆栽呢,因为刚教完,在社大刚上完课,所以就把它录上来 那这个就是做了一个组合盆栽,大概是这样子 组合盆栽基本上在园艺上面是属于礼品市场 你如果要送礼品的时候,你常会去买这样一个很可爱的一个 小的一个组合盆栽,送给朋友生日啊,或怎么样 那如果大一点的呢,可能就变成 入厕啊,人家搬新家,或是 再大一点就是人家开店,大概大部分都是礼品市场 比较多 那除非个人的话,通常是单价低一点,他才会买 如果你单价太高,一般,以现在这个经济状况,一般 那个,大家对自己的那个消费,都会比较节制 OK 这里有三个盆栽,给大家看一下,有三个盆栽 一个是很标准的,就是一个圆形的盆栽,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一个盆栽,另外一个有比较特别一点的 特别的盆栽,做一个像,像这个 枣缸一样,那他是有点弧度的 所以我们组起来,会有点高低落差,我们会尽量把它做高低出来 另外一个是大的 比较大 那这个就好像一个 一个潮一样,就只是一个 一个潮的感觉 那我们会在这边做造景 做一个像花园一样,因为他够大,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个像花园一样的东西 那我们三个盆一起做 那通常 以前 在开店的时候,我们都是一起做的 一起做 不管你有几个,我们就同时一起做下去 很少有说,单独一个做完做一个 这样子,时间上来不及 就一次示范三盆 第一个,我们先铺底 铺底 铺底啊 他为什么要垫一个高度起来 那个高度要垫多少 那个高度要垫多少 大家推一下,这个高度要垫多少 就是等等你那个盆栽 你看这个盆栽,这个有没有刺 有有刺 有刺就把它抓起来 你怎么不会太刺,因为我比跟他比较熟 我知道用什么方式对待他,轻柔一点 他就不会刺你 好,摆下去的时候 这个盆栽的高度 刚好跟这个边缘 对齐,稍微低一点 这是我们要铺底的 铺底的一个高度 就是刚好放下去 注意看,放下去刚好是怎么样 放下去刚好是 盆栽刚好是低一点 又看不到那个红色盆子 这样稍微低一点 好,这是我们要的高度 好,我们把 用手大概把它弄平 宁愿低不要高 因为如果你弄得太高 等等 变成土会突出于盆面 你很难收拾 你会盖得像 像坟墓一样 OK 好,比一比 四周比一比 如果太多 再咬一点出来 四周比一比 OK 现在换枣杠杠 这是一只茶匙 茶匙 就是人家在咬茶叶 这非常的好用 注意 摆上去不能突出 所以这边要低一点 把它推下去一点 大家看一下 然后把前面往下推 然后面呢 因为比较那个 所以就造成一个斜面 你就用这样下去比就好 OK 推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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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一个斜面出来 所以这下面这个铺的沙 这个沙是斜斜的上去 斜的铺上去 因为这是镜头下感觉看不清楚 他是斜斜的 因为他本身盆子就是斜的 油滴到高 里面的东西也是铺油滴到高 那你用一个盆子下去 比比比比比比就好了 OK 那开始 我们要做托盆的动作 那什么是托盆呢 我们先把这个放边边一点 所以托盆就是把仙人掌从里面拔出来 从里面拔出来 可是这 你说这个会不会刺 会呀 那我这样抓怎么办 怎么扒得出来 好请注意这上面有彩色石头 这石头是会黏的 这是会黏的 如果你喷水以后他其实会黏 黏的好处在哪里 现在长弄不出来 干了以后他这个时候还是会稍微松掉一些 然后我们就要拿一个东西 拿一个东西来拨一拨 拿一个小棒棒 我们就来拨一拨 坐下 好拨一拨 好 那这个时候你这样捏一捏 盆子这样四周捏一捏 它更容易脱落 好 脱落 那这个时候把你彩色石头稍微收集一下 不要 不要很浪费 那就把这个彩色石头的 收到一边去 那为什么 因为等等我们可能可以利用这些彩色石头来铺一下表面 往他会还蛮好看 但是光这样子你还是没办法拉出来 所以请你拿这个棒棒往他屁股戳一下 屁股戳一下 把它推出来 按这个棒棒不够那个 找一只 可以 好 那这一只尽量的 前端不要牵 前端尽量是平的才要推 平平的然后放进去 把它推出来 那就这样子很简单就把它推出来 所以他就盆子就脱盆了 脱完盆以后我们就下去比 我要种哪里 你就去比比 那组合盆栽是这样子 所有组合盆栽在组的时候 你要注意植物的高跟低 那你看这个我特别选这个是比较低的 这是中的 这就是高的 有没有看到 这个盆栽是比较高的 我们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有没有就比例上来讲 这个是不是 高的中的 这是低的 有没有 就是这样高中低 我们看侧面 那这样铺起来就会比较好看 有时候盆栽有高中低要有面向 高的在后面 矮的在前面 就好像在拍照一样 他必须要具有一个面向 如果他有具有这样的面向的时候 他的这个组合盆栽 才会有一个 观赏的一个方向 然后看起来过去 很漂亮 所以要注意就是说 我到底要把它塑造成什么方向 比如说圆形呢 圆形但是感觉上是没有方向 可是他至少有一个面 有一个面 这一面我这样看下来 那这个 这个东西当然 通常我们不会 我来讲这个 通常这样的一个盆栽 我们不太可能从这里看过去 除非你刚好特殊摆放位置是 需要这样子的 通常我们是会看这样 是这样的高低是这样下来的 那如果像这样特殊盆栽就很难说了 你可能摆斜的摆怎么样 摆侧面 他通常也是这样高下来 可是虽然这样高下来 你可能可以摆侧面 可以摆侧面来看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盆栽不同 所以他就会造成不一样东西 那我们现在把这个盆栽 如果你要开始摆的时候 你就要先摆 摆一摆 比如说这几盆 我把它摆一摆 这样好不好看 还不错看 还不错看 我再挑一个东西过来 加一下 假设还有一个小的 这样子不错看 好 那我就这样子把它组起来 所以你必须在桌上或是盆子里面 先摆一摆 摆出它 我觉得好看 来你才开始种 不要说种完了 又铺满了 然后才拔起来 还有改 这样子就很头痛 所以你可以先摆好 然后再 放下去 放下去之后 假设我这个放下去了 我当场还可以再做调整 我还可以做调整 不见得说放下去就不能调了 那那个时候的整个你调到你满意的时候 我们再来 把它煮起来 把它涂填满 这样子 大概是这个样子 我现在先把一些盆栽的那个 该脱下来脱下来 给大家看 那你就知道说 那我们接着要怎么做 把一些盆栽都脱掉 的方形